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阿德工作和移民工作的现状 并且呢我们也请到了 指南珍的金牌首席金牌顾问 Gimmie老师 来给大家解答一些移民方面的问题 那下面先请各位老师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来从James老师开始吧 OK 大家好 我叫James 我是毕业于卡拉基奔农大学 然后是在南欧这边的分校 毕业大概已经有一年了 现在是在一家公司工作 然后明年可能又换了一家公司 对 然后就在现在是做这个 然后曾经的话 上学就接触的数据东西 可能比较多一点 然后今天是来跟大家给大家做一下 IT相关的一些经验的分享 包括学习啊找工作啊 包括个人就是成长方面的一些经验吧 好的 谢谢金牌老师 然后下面请赛德老师做一下 大家好 我叫马赛仔 然后我是17年在南欧大学拿着那个计算机波士学位 然后在这之后呢 在大学里面做了一年半左右的那个research fellow 然后后来就去了industry 差不多 现在目前也工作了两年多一点了 就反正就要负责一些那个 data science 相关的一些项目 对就如果你们有些就是数据分析啊那些类似之类的问题可以 我应该可以那个给你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可以给你一些介绍 好 先金牌老师 非常好 嗨我是金牌 那个我是那个爱德指南针分公司的这个顾问 我是毕业之后呢 就一直是从事了这个留学移民行业 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来就是 呃 解答一些就是关于移民和留学的问题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么多年在阿德的一些经历吧 嗯 谢谢云女老师 那我是叶老师 大家好 我是向妍 然后我现在在在目前在南欧在读accounting的master 嗯 我是在国内的工作经验比较丰富 尤其是事务所的工作经验比较丰富 所以在这一边静人学院主要教授会计专业的课程 就是包括会计、审计和财务管理 嗯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 今天能来参加我们的讲座 那首先我们先聊聊整体 在阿德整体的情况吧 这边有几个我们收到的留言啊 同志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首先是在澳洲找工作 各位老师觉得GPA是重要的事情吗 其实对我来说 可能因为读博士的话 他是不用上课的 所以没有GPA这个说法 所以我不是特别了解 可能你们就看各位老师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就是说各位老师当时 找工作的时候需要的都用到GPA吗 你们觉得 我觉得GPA这个东西 你只要不是太差就行 然后到那种全部挂科的那种级别 其实我觉得在澳洲找工作的时候 还是比较实际的一个东西 就是公司需要的是一个能干活的人 而不是说一个GPA最高干活的人 就是它关键的核心点在于你能干活 对吧 然后你的GPA不要太差就行 因为你毕竟是个你来之前毕竟是个学生 那学校从你的学生间里面考察 你在做学生的时候 我应该把事情做好 只要不要太差 那你可能更高一点好一点 是这样 现在好 谢谢各位老师解答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作为应届毕业生 我们需要做 比如说如何去积累一些课外的经验 比如说一些实习 或者是一些志愿者的经验 这些经验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吗 还有我们如何去积累一些经验呢 那我就只说IT方面 虽然他们不是很着急 就是这个项目经验 其实一直很多学生都会问的一个问题 因为学校上了一些课程 他本身的项目并不是强度议师那么大 难度也没有那么大 他原来没有达到那个工业界需要的一个 实习生的标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比较建议学生去自主的去上一些课 那做一些项目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学校里面学的东西可能都是理论 都是零碎散开的 没有整合起来 那你真正整合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通过做一个项目 比如说IT方面 可以做一个网站 或者做一种后台的服务 你才能发现这些知识用起来 那其实你如果熟悉这种做项目的方式的话 你我去再去 学一些理论的东西也是很简单的 因为你实际上已经灵活 使用了 然后在学的时候就看一眼 基本上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还有一点关于学生如何去找到类似的项目的经验 那首先的话 我觉得家人是一个不错的平台 因为我之前在这边也带过课 有学生做这个项目的格子 另外的就是 其实现在网络上也是有很多的平台的 包括你去上支部 也能看到很多人 怎么去介绍去找项目经验 那在澳洲的话 我觉得澳洲的学校有的最大的特点 假期就比较长 但是一种好处也是一种坏处 有的学生可能用个假期就玩日比较多 有的学生可能用个假期就做很多项目 其实就把这个项目经验浮起来了 你不一定也非要去进到一个公司里面 或者是一个动物大的机构里面 当然你如果能进去的话 你是更好的 那样的话锻炼更多 如果进不去的话 可以自己做一些小项目 慢慢上手 然后再慢慢的去 你会发现更多的需求 然后一步步再深入 对吧 你甚至你个简历上可以写selfing quite 都是可以 但只要有做东西 就是最重要 我就从数据分析的角度 其实James那边说 特别的就是学校里面学的比较偏理论 尤其对数据分析那块 可能更加就是这一点更加突出一点 就是因为在学校里面更多的去学 譬如我学一个machine learning的模型 我给你讲这个东西 但是你真正怎么去用它 然后或者我给你一个数据 然后怎么去用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完全不知道如何入手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做一些项目 一个很简单的就是 你可以去那个Cutco Cutco上面有很多那些challenge 你可以去 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去入手 但是他们很多人会去写一些post 然后你可以先读一下 了解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然后你可以慢慢去跟着他们的步骤去学一下 当然那个匠人这边 也有非常好的平台 就是有一个他们有那种项目集训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其实你譬如说你去Cutco上面去自己学 其实也是非常好 你可以自己慢慢去熟悉这个过程 但是如果有一个有经验的 就是去指导你去告诉你哪些地方你要注意 或者是我去应用一个模型之前 我先要去哪些做哪些那个数据的Youtube 或者是怎样去提高的数据质量 很多那些东西是你自己可能很难去去学到那些经验 可能还是要去有一个人去指导你去告诉你这些方面你要去注意 然后后面你才跟着慢慢提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需要去做的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 就是去找文章的时候 可能有些公司会比较认一些那种Skificate 像譬如你去学习那个IWS的那些课程啊 像数据库啊 或者是那种它上相关的那些课程 然后拿个证书可能他们还是比较认可的 对 嗯 嗯 然后现在 我是更多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和移民的一个角度出发吧 然后大家都知道现在呢 移民和留学者陷入一个比较 就稍微比较冷的一个时期 移民的条件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呢想要在南澳这边 一个比较快捷或者比较稳当的方式去移民的话 都是逃不开这个工作经验的嘛 那如何为这个工作经验达到非常坚实的基础的话 其实我个人有一个特别就重要的经验可以分享 就是一定要提前去找一道提早的规划 不要想着说我现在是再无声 我就不去参与一些这种活动啊 不去参与一些实习这些经历 就作为学生的时候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就是 你这个时候你可能有家里面的支持 就是你可能有太多就是经济方面的一些压力的时候 不如稍微放下一下姿态 可以参与一些免费的实习活动 甚至就是你去应聘一些公司 公司可能跟你说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特别好的岗位 可能是没有薪资等等的 那我觉得这时候是你可以放下参与跟他说可以啊 我可以无心为你工作 我可以无心为你实习 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接触到更多的就是跟你本专业相关的一些工作内容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自己如何在职场中跟人相处 包括一些比较实践性的东西 你都有机会去尝试 那这样子你毕业之后呢 你已经对找工作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了 而且就是你已经知道如何去跟一些类似像面试官或当地的一些就是 专门去就是招聘人才这些人吧 你就已经知道他们就是点在哪里的 你跟他们共同会有效率 会大大的提高你就是找工作的一个成功率和一个效率 这是我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分享 我自己个人是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大概大二的时候吧 我就已经去参加各种免费的实习啊 然后很积极去找工作 然后在各大这种社交平台上面留下自己的一些足迹 比如说像现在很很流行的就是那个领音 领音然后留下自己的足迹 把自己所有的实习拉 然后internship 甚至是volunteer的一些经验全网往上抠 他就是就会你就会就是很 让更多人知道你是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的practical skills 不单只是一个小白毕业生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一个很就很重要的一个分享 我觉得 叶老师你有什么 我想说的是就是会计专业其实学生比较多 相对大家学生大家反应就是要能找实习 但是我想说就是多关注一些学校的一些活动 学校会有一些program 然后他会推荐你去一些实习的单位 因为有些是免费的可能大家不是很乐意去参与 但是这会提到你在实习在工作中的一些经验 比如对myob就是会计软件的使用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还有一些同学如果说是英文比较好 雅思可以考到四个七之类的 他可以去申请一些big4的工作 因为big4的工作是 他一个是要求专业 像是会计专业 还有一个就是英文的要求 这个需要自己去对自己的一些能力的提高 好的 谢谢哥老师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各位老师在这边 既然都开始有一些工作经验了 那想很多同学关心就是说 这边的工作环境对你的语言的能力要求是高的吗 还是说大致指数还是属于会说英文的那种状态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对于IT行业来说 其实IT行业大部分时间是在干活 沟通的时间相对来说少一些 相对其他比如商科的一些东西相对比较少一些 但是我觉得对英语的要求你还是 就是你能达到基本的一个沟通 就别人跟说什么你能听懂 然后你能很顺畅的表达自己的意思 这样的话就是别人在跟你沟通的时候 他会觉得很费力 他不会觉得要给你解释很多遍 然后他听起来也不费力 那我觉得到达这种学生的话 你满足一个基本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工作的要求 那就刚才那个老师说的 就是说这个免费实习的事情 其实也是一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 他就是一开始招式先生不愿意给这个薪金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工作的能力 其实也跟这个交流的交流水平有关系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尽量去早一点的 尽量努力的提高自己的英语的水平和能力 就是因为我可能觉得就是我们在这边有的时候 会尽量去跟一些就是都是Chinese这样的学生去交流 但有些时候也要注意刻意的去提高自己去跟老外交流的这个能力 对的确 英文怎么讲的 就像就像这么说 就是IT行业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你最起码的基本的沟通肯定是需要的 包括你要去理解人家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解释清楚你的问题是什么 或者你的思路性是什么东西 这些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这些都说不清楚 可能后面就很难再把它走下去 对的 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怎么讲 就是在就平时可能平时沟通的时候 反而你可能就是英文没那么好 可能就词汇量或什么东西 因为你可能平时都说中文不行 但是到你那个行业的时候 可能很多那些TEN其实都是理解的 所以这些还是很有必要去去知道 这个TEN是什么意思 然后尽量能表达送你的意思来 对 好的 各位老师还有 嗯我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毕竟是从 就是学的也是商科 然后毕业的时候 一直是从事一些就是communication 专门比较多的一些工作 所以就是如果说是像你跟我相关领域的话呢 我觉得英语重要 英语还是挺重要的 尤其是就是英语沟通你在面试的时候 有问题 对 这个移民政策 留学的政策 要就是天天都需要去解读 甚至要去解读途条 然后解读新政等等这些东西 对比的能力相对要求还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我觉得 呃不管是任何行业吧 呃从生活到专业的话 就是英语提高绝对是没差的 尤其是当下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对 对 我也觉得是因为财务部门就我自己经验而连 他这边财务部门跟其他部门关联很大 因为一部分涉及各部门的报销 还有一部分财务部门负责各部门的预算 那每天他财务部和各部门的沟通是非常多的 和他的销售部和他的成本部 以及和财务部上面的领导 他沟通是非常多 而且特别有多样化 而且如果说是在事务所的话 那跟客户沟通那就是各种各样 多种各样 什么事可能都要说一下 什么事都会设计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应与水平的要求是非常大的 好的 然后我们这块有一个同学有一个留言 一个疑问就是刚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澳洲实习可以通过一些正规的猎头公司帮忙找吗 请问这个靠谱吗 因为据他所知澳洲是特别是天远地区 是比较难找实习的 所以相当于阿德来说 各位觉得阿德在阿德实习工作很难找吗 各自的行业内 怎么说 我觉得在阿德找的一个项目 我们这个行业来说 是存在猎头这一说 你可以通过猎头去找一些 但是一般通过猎头找一些能找到的人 首先他的实力是有一定实力的 因为猎头跟你并不熟悉 那只有是把你介绍给这个公司之后 通过面试才能知道你的实力怎么样 公司才会什么样的 那一般来说的话 还是我是尽量推荐去用一些这样的作品 比如说你有同学在这家公司实习过 你通过他来问他这样还需不要再需要实习生 去这样的去找一些效能 那当然说你如果猎头的话 或者是以这种花钱的方式去找也是可以 如果你自己可以接受的话 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说质量有没有保证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 就是90%还是看自己 因为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公司里面 他可能公司的业务并不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自己是一个 你是有critical thinking 的一个人的话 你会去发现公司一些点资 帮助他去改进 帮助他改进的过程 首先是对你自己实力的一个过程 另外如果公司的人看在眼里的话 他其实也知道你对公司做了很多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一开始去做项目的时候 其实不要太多关注这个公司怎么样 其他人怎么样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怎么样 就实习那个的话 我之前在悉尼待过一段时间 感觉就是跟阿德比的话 的确那边的市场会比较成熟一点 他们其实在那边实习生蛮多 然后而且很多都是通过那个 类似于叶头这样的公司去帮他去找的 但是阿德这边好像看到的不是太多 然后一种就是像Networking 然后另外一种可能我之前有几个认识 都是那个通过有个软件叫Meetup 不知道你们有用过 他就是经常会组织一些什么 就是你可以选到你那个专业里面一些会议啊 或者一些workshop 一些活动 然后你可以去参加 参加了以后你去跟人家去聊一下看看 然后很多时候有些他们公司 像我们之前那边就进来的实习生 其实我们当时说实在没有太多需要去实习生 但是当时正好他那个碰到我们组的老大 然后聊了以后呢 发现这个反正小孩就是学习能力啊 或者就是感觉他起码学习的态度反正很好 然后包括他有一些我们需要的skill 然后就给他那个弄起来去做了一个实习 所以就是像这种活动 哪怕你不是太喜欢去参加这种活动 但是尽量鼓励自己去去多多去接触一些这些活动 然后可能就是机会会更多一些 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就关于联合公司 或者是介绍一些实习的这些program的话呢 啊的是有的是有的 包括就是我们曾经也能就是通过这样的program 我们帮同学们就是更高效的去找到一些实习等等 但是这个实习说的比较直接一点 他就是一个非常就高效率的能够让你接触到更多的一些公司 就知道哪些公司需要哪方面的人家可以更精准的去推荐人才吧 那我觉得也我也非常赞成这个老师说的就是 其实还是在个人我个人是觉得个人会比较重要一点 有重要一些这边的世界头公司的话呢 呃就是慎重一些选择就是选择好的的话呢 你会非常高效能会接触到更多的机会 呃但是自己同时也不要就是放弃努力去找就留下你的足迹 在内部平身会留下你的足迹 嗯 嗯 科技也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它是要偏向于考证来证明自己自身能力的 所以实习很重要 嗯 找无论是找月头来说还是说自己找来说 还是最重要是自身的能力 你自身的证书或是自身在业务处理方面的能力 会比较重要 这才是你能不能让自己实习 从实习到我变成证识学中的一个基础 嗯 嗯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给你老师啊 就是说比如说阿德这种地方 它是属于偏远地区对吧 嗯 那相对于摩尔本 悉尼这种大城市来说就是因为城市大了 就感觉机会会多一些 那对于偏远地区来说就是说我们来这儿很多人都问了移民 那这样我们通过这样列头这样找工作 就是因为我包括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嘛 当时在摩尔本他找了一个工作 找列车公司花了4000块钱 一月今年年初一月份开始花了这个钱 到现在为止摇摇摇目期一点消息都没有 已经因为疫情它已经只能回国了 这个钱也退不回来 那对于阿德这些 因为有这个有风险嘛 所以我们想想让您对中介这方面比较熟悉 想知道一下 阿德这边的风险是很高的吗 嗯 相对于像摩尔本 我心里来说的话 我觉得风险可能就要偏低一点点吧 因为这一边的话呢 说白了阿德市场就是这么大 所以这边如果是一旦名气比较大 然后口碑比较好的列车公司的话呢 他们能够就他们所能能够去接触到的这些公司资源 还是相对比较比较有保障的 也有保障的 而且阿德这一边的话 怎么说说实话 就是这一类的公司并不是特别特别多 如果是一旦选择口碑好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能够提高效率 包括我自己原来是在作为学生的时候 我是参加过这样子的一些program 然后我当时也是花了一些钱 就委托他们帮我去找 效率的话呢 可能不会像现在当下这个受疫情影响 反正的去那么难找 但那的确是稍微加速了一下 我自己去找到这么一个速度 但是我其实初期我可能还是更鼓励大家先自己去做尝试 然后觉得有一定的困难之后 再去选择这些公司的帮助 我是这么个建议给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要补充的是 就是你去找找到有这个机会 跟你拿下那个实习还是中间还有很短一短路要走 所以在这之前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你在这之前你觉得可以先去做好准备 就譬如你实习那个项目 你可能大概的起码你有得了解 或者你之前有做过类似的项目 否则如果一面试你发现什么都不知道 人家可能就觉得好像还不行 所以在这之前可能你还得要自己去先去做一些 就是自己往上去找一些program去先去变变手 然后面试的时候起码你要有东西说 才有机会拿下这个东西 嗯 行 然后这位同学再问一下那个赛赛老师 那个刚刚那个平台 您说的平台您能给他打一样的地方吗 是Card吗 是Mita Mita Mita 好的 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先移到IT的版团 然后主要是James老师和Santa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然后这里有同学开始提问了 DataScience在阿德莱德豪达公司中吗 一个很笼综的问题 但是各位老师得一点Science呢 嗯从我同学的这个毕业工作的情况来看 大部分人呢还是其实大部分是做Data Analyst 做Mash Learning的人呢大概有三个左右 都集中在一家公司 所以其实机会并不是很多 机会并不是很多 DataScience因为本身拉得来的这个地方比较小 然后如果说你去 但其实阿德因为有阿德莱德大学嘛 包括拿奥大学都是有这个机器理学系的这个 硕士或者是博士的这个点子 所以说如果这公司他们真的有心想去做AI的话 会去从博士里面去找 或者是有研究经验的硕士里面去找 那我们学校可能是个特例啊 然后就去他们在公司里面做的位置就是做Mash Learning 然后就把这个模型做出来 包括运行啊什么的 包括一些数据分析 包括做网页就是什么都做 所以其实这个如果时间会比较少 而且要求是比较高的 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情况 但是Data Analyst的行为其实还是有 对的确是这样子 在阿德其实你去SIG上面去搜一下就发现 Data上去是几乎没几个 然后更多的可能Data Engineer 或者Data Analysis比较多一点 这两个相对来说吸取量也更大一些 然后包括那个BI 其实也是类似的 Business Intelligence 就是做一些那种 简单做一些分析 然后做一些报表之类的报告 这种还是机会还蛮多 但是Data Scientist真的不多 嗯就是我之前 就是他们ITO有一个 是招那个Data Scientist 然后他们是就是去针对 就是因为Covid的那事情去分析 类似于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 然后他们去招那个Data Scientist 然后出了一个职位以后 我接到五个中介给我打电话 所以就是他们都跟我讲了 有这个机会你有没有感不感兴趣 或者怎么样子 所以相对来说就是 这边机会比较少 但是相对来是人才比较少 所以如果你有合适的Skill的话 其实你能找到工作的机会 只要有这个有这个机会在里边 你能拿它的概率也会更大一些 笑 然后这个埃马同学 你这个要求适当问题 我们先往后放一放 然后这儿我们前端的需求大 嗯前端的需求蛮大 因为在这边做创业公司的话 其实第一个需求是前端 你要给客户做的话 你肯定需要一个东西 样的网页 样的手机 其实前端是IT里面最容易就业的 最容易就业的一个 可能没有直立吧 应该就是前端就是最容易就业的 现在就Adda来说 但现在有个趋势 就是说对权战的要求也来越高了 就是他希望你进来能做前端 也能做后端 其实这种你在上学 如果你是IT本专业的话 你在上学的时候 前端后端都会学到 但是没有那么深入 所以我建议是 如果你是做一些项目的话 你选择其中一项 你选择前端 或者前端后端 然后删刃去做 那就是你找那么多 是会容易很多 对的确前端的需求特别大 就比如说你开发店 他们都要去做网页 对的 所以其实那个需求会相对来说 就是真的是最大的一个 然后但是现在慢慢的话 4-stack develop 其实现在最近也是很火的一个方向 就是你前端也会 后端也会 然后打造一个那种类似一个系统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可能相对来说 其实我对develop 可能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可能前端 会不会就是入门相对容易一些 对然后可能就是对你 对你们刚开始找工作的 可能是不是就是门槛相对稍微低一些 可能会更容易就进入这个行业 然后后面的话 可以再慢慢再把后面的再扑起来 好 因为我本身的话 其实在业中做的工作也是前端的 但是进了公司之后 你肯定公司不可能只有钱 你可以去做一些后端相关的事情 只有你的能力会发生一个迁移 然后现在换工作有变成全战 好谢谢哥 然后这边有个Jason的同学说 澳洲的IT公司它是更看重的一个方面 然后我猜他的问题的意思应该就是说 比如说看着你的技能 还是看着你的经验 他招聘你的时候 他更看重你的什么东西 OK 这个要分很多角度来说了 你要分不同的公司 他有的公司 而是如果是创业公司的话 他就希望你能干活 然后能把东西做出来 对吧 这是创业公司的一个需求 如果是一些已经成型规模的公司来说 首先对你的技能是有一定比较高的要求的 另外一个就是他要考虑你跟他的culture 因为之前面试过公司 反正所有的technical都pass 而culture will pass culture pass 就是考虑你跟这个团队mine match 你的想法跟做事风格是不是一样 所以有些时候其实找工作的事情 尤其到你工作的时候 一般来说你去面试这样的公司 你是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了 你才会碰到这样的公司 那这样公司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所以说你要从好多方面去提高自己 包括你的沟通能力 我是有被刷过是因为沟通能力不行 后来提高的沟通能力 又是因为culture不费的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你要去不断的去 不断的去面试 不断的去从面试里面去积攒经验 然后你才会对这个 当然我不是说 一方面我是传授我自己的经验 一方面就是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你要去不断的面试 不断的面试 但是你要给自己留解 要不然阿德公司就成本 都没有把那个机会去进来 对所以我觉得分不同的公司 那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 最重要还是你项目的经验 你做事情经常的快 然后能考虑到一些细节 对对 就我经验来的话 经验来说的话 其实尤其我刚开始 从学校出来去面试的时候 我发现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们会问很多那些 比如你怎么去跟人相处啊 或者遇到什么问题怎么处理啊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而且可能就是 我其实也面过一些其他州的工作 可能就是在阿德这边 问到这些问题的人更多一些 就是问这方面问题的人更多一些 我不太确定具体的原因 一种可能性是 其实我之前有面过几个 像他上一期时 然后他们那家公司 因为本身贵物比较小 然后其实做那块方向的人 几乎没有或者很少 然后他们是对那块专业知识 反而其实也没有太多专业知识去问 然后他们会问很多那些 就是看你自己那个觉醒能力啊 或者是你一些处理问题的能力 然后想要去从这个方面去觉得你啊 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不错 可能进来以后可以帮助我们去 在这方面做一些那个拓展什么样子 所以在阿德这边 我是碰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可能 因为尤其如果你一旦 本来就是语言可能是我们一个落下 然后一旦突然去问到那些问题 你完全没准备 可能就一下就懵了 所以你可能提前要去看一下类似的问题 可以往上去试试看很多这种问题 然后大概去想一下你怎么去回答 然后当然那个scale其实也很重要 尤其小公司的话 它可能不可能让你去装整一个方向去做 它可能小公司的话就像个螺丝钉一样 哪边需要去哪边 哪边需要去让你去做这个方向的 所以你可能就是不同的scale 你得到去pick up 起码你得要有个概念 它提到以后 我知道大概是什么东西 然后可能我有名设计的话 可以再做展开来去讲一讲 可能会给你面试比较有关注 好的 然后下面还有一同学问 就是说感觉他自己是读一个IT 读一个两年的措施课程 感觉自己在IT这一方面的专业知识不是很多部分 那他需要 他想自学一下去求职 那请问这方面有什么什么建议吗 感觉就是自己还是一个IT小白学了半天 但是又想做IT的工作 那有什么建议呢 那我觉得他可能本科并不是IT这个专业 那其实我本个也是IT专业 我本个是学文科是在硕士的时候转了IT 我想说的是IT这个专业就是靠自学 不是靠上课 所以你如果是考虑自学的一个角落 其实我有感觉已经基本上路 然后你要去怎么去做一些项目就是 呃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形容 就是你所有的课本 包括你拿到所有的材料 其实都是一本字典 你要首先要认理你有什么 你有个什么样的需求 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去查这些东西找到你需要的一些工具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任何经验 你不知道需求在哪里 那你无从开始 这种情况下 你能去找一些已经成奇的项目 那有几个平台 我是比较推荐的 第一个是Yougie 对 Coursera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上课太大了 上课需要三个月 那估计找实习也过了吧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 嗯 Midium 这个 它是一个 类似于IT期刊的一个网站 里面有很多不错的文章 都是这些已经工作的人写出来的 他们总结自己工作的经验写出来的 一个是Midium 一个是Yougie 因为你的课的话 其实 就我觉得是很便宜的 一节课大概是 一杯咖啡 两杯咖啡的钱 对 然后你可以做一个 你可以跟这个东西做一个完整的项目 那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学生来说 这个一个问题就是 它可能沉下心来把这个项目做完 这是最大的问题 而不是说它没有材料 而是说你没有办法沉下心来把这东西真的做完 就你不要嫌弃这东西哪里好哪里不好 基本上做完了再说 蔡连老师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在那个数据分析方向的话 我刚才提到的一个Cardbook 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然后还有刚才节目提到的Midium Midium其实它有个板块 就是专门Stata上相关的 它其实有很多那些有经验的人去post的一些东西 他比如他自己做了一个项目 然后他可能会很详细的从第一步开始怎么去做 然后慢慢慢慢去到后面怎么做 包括甚至很多人都会把代码自己推在上面 这就是其实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可以让你去跟着它那个项目去 你自己有个概念 它一般项目是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大概怎么做的 然后你有了概念以后 你再去网上去找一些或者是Cardbook 或者是其他就是他们有的challenge 其实很多这种大大三次相关的challenge 你可以去跟着去哪怕做一下 我不一定说一开始就要拿到什么名次 但是你起码你从头做到尾以后 你中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你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进步 对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 然后下面的地方已经拼出来了 那个然后这个艾玛同学问 有面试官倾向于问什么问题在面试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个比较通通的问题 面试分很多文 一般正常公司的流程 第一面试的话就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问一些就是你基本上之前做过什么项目 就是其实它就是探测你的水平 然后再通过跟你聊天的过程中知道你大概是在什么level上 第二文的话像技术面试的话可能就会给你发一个homework 就homework就取决你面试就倒霉了 如果你面试前端你发了一个前端的一个project 让它project是跟它本身工作相关的 它需要你用什么样的技术都会在这里面写出来 然后让你去实现个项目 其实就跟你做project是一样的 第三轮的话就可能去通过你做的homework 来问你一些问题 你当初为什么那么想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去实现 然后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 然后再问一些可能其他相关的一些技术问题 那第四轮的话就会问一些跟counter相关的 比如说公司里面发生这种conflict 你怎么去处理 然后比如说你对一些旧的技术有什么看法 它通过你 它通过这些问题来看你这个工作上的那些态度 是不是能够跟别人很好的合作 那我之前是有这样的经历带过一些实习生 然后就感觉先不说技术上 就整个他的 他这种做事的态度上就很有问题 就是我感觉他没有把这个实习当过他自己一个成长的一个 成长的一个经历或者一个锻炼 他会说特别上行 他可能只是论拿学校那个实习的那个分数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心想去的话 还是能做好的 对吧 但首先要把态度论 面试的话就算很多论 对我来说的话 我面的都是那些三级事相关的那种职位 所以他一般就是既然你去面这个职位 肯定是你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也好 或者你自己的项目经验也好 然后所以他会问的时候 尤其如果对方面试官也是很专业的 他会问问针对一个问题会问得很细致 所以一旦就是你没做过那种项目 你就直接说啊我可能不熟悉 或者是甚至你可以跟他沟通说啊那个就是你们能给我大概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项目都是可以的 但是尽量不要去撒谎 因为对有经验的来说 你一撒谎他立马就能听出来 他很可能会再去追着再问更细一点的问题 一下你就暴露了 包括其实我之前面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朋友 他当时跟我讲说他是之前做过BI 然后做过什么熟悉Tabular熟悉那个Microsoft的那个Power BI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你哪个做的更多一点 其实非常极练的问题 然后他说啊 我其实就是用的不是太多 他说都是收费的 所以我就只用了就是相当于前面那种free try的一个月 然后后面我就不用了 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你不知道那个Power BI有个free的模型吗 然后他就懵了 听就是那种从来没碰过 然后但是他硬扯就想要去说啊 我用这些东西 所以你一下就是给人家的印象会特别差 所以尽量你不懂就不懂 就是直接跟他说清楚就行了 反而你想去杀 反而去什么样子 反而去印象会很不好 对因为这样给公司的人会觉得你不靠谱 你要在工作的话 你跟他告诉我们做完了实际上没做完 对 然后包括还有一个是就是在公司里面带一些那个 无论是实习生啊还是就是干干净来的一些那种要dunior level的 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可能很多时候遇到问题以后 他会就是自己就不停在在装研 在装研其实好 但是起码你得去跟人家沟通一下 或者哪怕可能到明天我要去那个说大家有个meeting 要讨论一下结果怎么样了 他在这之前完全不说他遇到什么问题 到meeting了以后他说啊我那个遇到什么问题我来不及了 就这种其实给人家的印象很糟糕的 你不懂没关系 你可以去问你说啊我遇到什么问题 这边我解决不了或者怎么样 甚至你可以说啊我想自己再方言一下 能不能再给我研个一个星期或者怎么样子 这些都可以 但是尽量就是怎么这样 就是觉得沟通吧很重要 就是你要主动去沟通 主动有什么问题就跟他去说 这很重要 好的谢谢周老师 然后刚才我刚才有个能不能把刚才各位老师推荐的一些平台 然后给他们打给大家打一下 行 然后沙特 沙特 沙特方面面试这块你有什么要求的吗 其实我面试 比较少 因为我这边我是主动的职业 嗯 就我所了解的话 一般他面试会要求 要求你就是如果说是没有经验的话 可能会比较注重GPA 然后以及在自己个人能力方面的提升 如果有经验的话 会比较会了解你之前做的一些经验 比如说你是否可以处理cash 嗯 是否了解revenue 嗯 或是inventory 如果说是更高的 或可能会问一下 报表finalship 或income 的问题 谢谢啊 然后最后一个关于IT方面的问题 就是 全站面试会问很多算法题吗 比如vto 这个的话在阿德 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 基本上在澳洲的话 其实不是大公司的话 基本上算法问题很少 对很少 除非大公司的话 它可能象征性的考验一下你的市场 问题也算法得起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 现在如果是准备全站 或者是前端的面试的时候 大部分的经历 还是要集中去做项目上面 就出活上面 而不是说经常一个细节去研究个算法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到后面阶段 如果你是去面一些高级的岗位 或者去一些大公司的话 是要准备 好的 谢谢师傅教授 然后这还有一种问题 先留言的同学问的 就是说 很多同学 但是他们都是为了学IT 这个方向 其实很多同学说说 他不一定喜欢IT 但他是为了移民这个方面 来学习做IT的 尤其是来阿德这个方面 但是他们就怀疑阿德这边 因为城市小 跟猫的心理比 就是说 首先你担心找工作 也担心自己以后 到底阿德 IT移民那方面 靠不靠谱 并没有儿竟给大家 稍微讲达一下 就业方面的话 实际上 两两个时间 分享了非常多的经验了 如果是从留学和移民的话 其实我个人一直是对 所以 IT这个还是持有一个 特别 positive 这个态度的 包括像当下 就是比较 稳一点点的移民市场 这个IT的这个政策 也是相对是比较稳定一些的 其实说白了 就是牢记 毕业之后呢 一定要有空出一年的时间 给自己去找这个相关的工作 然后相关工作的话呢 就可以参照很多 我们刚才分享的一些经验 去尽可能尽快去找到工作 要么就是去 就是在尽快的去就读一个职业年 因为职业年的话 其实从移民讲过来说 是可以给你加分 并且可以让你满足 这个IT专业的这个职业评估 但同时我觉得 职业年有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要忽略了职业年 最后三个月是有实习的 如果是选择的就是公司 如果是分配到的公司 也是比较 比较聪明的公司 加上你自己个人能力 展示的特别 就特别全面的话呢 留在当地公司 留在当地公司 去工作的几率是很大的 这也是加速 也是给你更多的机会 去access到这个就业里去的 然后从移民的话 还是那句话 就是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稳的 工作非常重要 对于IT的学生来说 好的 谢谢丁女老师 然后这儿 Jayton又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各位老师 国内的实习经理 对于国外有用吗 然后还有就是 这种实习经验 就是在移民的时候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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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工作的方面呢 各位老师 怎么样 我的经验是 国内的工作经验 你要看的是什么公司 比如说是 像会计商科 就是这个四大的经验 在这边是任的 但是如果说是在国内一些 内资的公司 就是不是那种 国际性知名的公司的话 可能它的认知度 会比较低一点 包括就是 因为我接触的各行业的学生 是比较多的 我听他们的故事 也非常多 其实特别多的同学 在国内是有相关的工作经验的 从他们 跟我的分享来看的话 还是会有帮助的 各帮助 因为就是在你在初轮去面试 就业工 就出来去面试的时候 你所展现出来的 就是一个有经验的人 所展现出来的一个状态 以及你的话术 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那如果是从您的角度的话 这就是 说实话 非常复杂 看你能不能做出这个 就要看你是什么专业 然后你的专业是否是 跟你的这个 过去的这个经验是相关的 然后是什么提名职业等等 是相对比较复杂 很难起 这两句话是该数的 其实 好 各位老师不要分享了吗 好 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 就是 这有一个问题是 EA是更堪称计算机能力 还是更堪称计算机能力 还是更堪称计算机能力 比如说商业分析能力 这个我可能不是这个 可以了解 因为本人不是做这个 但是我觉得 那我觉得计算 计算的层面的话 我可能觉得 对Excel 对Python 这些东西要熟悉一点 对于商科这些能力来说 我觉得可能要对 就是Tenning Storage 这个能力要比较看重 因为你毕竟是要分析 并不是算机 或者是要给别人讲的 你分析的过程其实并不是特别在 对 对 其实 剔双计算机能力的话 更多的 类似只是一个工具 你更多的还是要去做分析 哪怕不一定说 对你相关的分析 但起码你有这个事故去分析 去想这个问题 比如说 你拿了这个工具 分析出来的东西以后 你不是说直接把这个结果 直接给客户就行了 你还得去解释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大概的原因是什么 你可能不一定知道 精确的原因 但是你起码得要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然后你可以根据你的自己的想法 可以再进一步做一些分析 然后DI的话 其实像我之前在悉尼那家公司 它其实是一家上纸公司 但是很大 但是很有意思 他们所有的分析全是Excel 然后没有一个人会Python 很有意思 然后就是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几年 一直都这么下来的 然后我过去以后 后来跟他们讲了以后 他们才给他们做了一些 通过Python去做了一些one job 然后他包括一些那种每天 或者每个月出的报表 你可以就是用宽 job 直接让它自动运行 然后你到了那天以后 你直接打开以后 报表就直接出来了 你就不需要去Excel 去人工去去一点点去点去 去做什么样的工作 所以其实计算机的Scale很重要 但是你同时也得要去有那种 Business的那种想法在里面去分析数据 到底出结果 为什么出这个结果 结果大概是什么样的 解释给人家听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好的 然后我们马上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在这个问题之前 还有一个一关移民的问题 489转PR 中间工作一年 应该保留什么样的证明 来证明你的工作 看是什么类型的工作 如果是PYG 也就是俗称 比如说fulltime 或parttime的话 489是吧 刚才提到的 这样转过就是 the pace link 然后PYG summary 或notice assessment anything 就是任何的官方文件 能够证明你的工作室全职 你的工时 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是像selfie 或自己做生意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套了 像比如说可以保留一下自己的一个working diary 自己写一下你每天的工作时间 大概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多少 然后也要出具一个证明 证明你的收入大概是多少 最好呢还是能提供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证明文件 类似于一些会计所出具的一些 declaration form 这样子的东西会比较好 好 还有就是IT的职业年在哪里比较好 这个IT的职业年的话 这个说实话没有说好也不好 因为在当地的话 就是我们这边 我主要接触的还是南澳这边当地的学校 当地的话就一共有三所学校 可以供大家选择 就是各有各的优势 各有各的优势 这点的话呢 还是更取决于你的需求是什么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更适合 就是我对你的这个情况做一个评估 大概了解你的需求的时候 更好做这个QI学校的推荐 好的 然后我们还有IT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阿德现在IT方面 就是什么东西的缺口是比较大 缺口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公司呢 就疫情期间可能缺口就 基本就缺口 一下就变得基本就没有了 就照顾这方面 但是现在疫情已经好转了 其实有很多公司现在在破招 那其实我觉得full stack是一个 然后前端是一个 是这样的 然后后端的话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应届生的话 其实是比较难进去的 因为后端的话需要比较谨慎的思维 比较逻辑这样的 就难度稍微高一点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从前端入手 然后慢慢的发展规划 你可以做成全战一种思维 对 其实还有个办法 你直接可以去sake上搜一下 这个方向 然后大概看一下职业分布 你大概就有个概念了 行行行 那谢谢各位老师 然后这就是我们IT的方面解答 那现在还是要拿到给你两个燕老师 开始做一些商科方面的问题 然后这边有几个之前同学们留言的问题 就是说关于商科 他们不太清楚这边CPA的考证问题 有燕老师 澳洲CPA对吧 对 澳洲CPA的话 它是有一些基础科目 和一些专门的科目 然后基础科目如果说是在澳洲补书的话 都可以免掉 特殊的科目一共是六门 然后四门是必修的 两门是选修的 必修的包括 asic leadership strategy 和一个financial reporting 然后选修的话 可以从不同的几门课中选修两门 其中包括auditing 或tax 或者是financial management 这些 然后考试时间是每年的5月和11月 考试的要求是 有36个月的工作经验 也就是满三年的工作经验才可以考 这样 然后基本上考出来 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好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 在澳洲和国内 它的CPA是有区别的 那两边 比如说我在澳洲 考了澳洲的CPA 我带回国还是有用的吗 有用的 有用的 这个就说到我的专业了 怎么来说呢 如果说因为 VPA就是快捷专业可以分为进到事务所和进到企业 如果说是进到 我先说进到事务所 因为相当于很大一部分工业是去事务所 因为事务所的需求量比较高 事务所现在因为 从它的业务来说吧 现在很多的企业在很多的企业是去境外上市的 还有一些很多的大型的上市公司 央企是在境外有公司有主公司的 最需要的是 最需要在国内的事务所 派人去当地去审计 这方面我是有经验的 因为我当时也是跟着我们的合伙人去到欧洲法国 还有说是英国去当地的审计 以及还有说一些公司的香港 以及新加坡的一些子公司 在这方面 它对人才的需求是有特殊性的 这个特殊性取决于一个是语言的要求 肯定是所有全部工作流程是要用于处理的 另外一个要求 我觉得是真正的核心的要求 是对准则的把握 因为这个是在一些考取国内CPA 这些考生以及同事们所不具备的一些工作的能力 因为他们只了解的是国内的准则 其实并不了解国外的准则 对于国际上的一些准则的把握不是很精准 这个是考取国外CPA和外CPA的一个核心的优势 另一方面从企业来说 比如说是像现在的阿里巴达 美团小米这些在国外上市的一些公司 还有一些央企 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 联想集团 他们这些企业在尤其中石油中石化 在澳洲都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子公司 非常重要的子公司 这些企业呢 区别于一些国内业务的一些公司的主要区别 在于它的那个财务部门设置的一些区别 除了一些处理日常业务的一些财务部门 他们这些企业还会设置一个国际财务部 国际财务部主要的业务是对这些 所有在国内产出的 发生的一些财务业务 按照国际准则去作算 以用于它未来的一些合并报表 以国际准则下的合并报表 这些国际财务部的设置部门本身是很大的 而且对国际准则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而且这方面市场其实还是蛮大的 但是知道的人很少 然后有一个作为同学问 就是考证的时候 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比较好 因为很多同学都听说 很多人都是工作之后才开始考证的 别工作便考证 那作为学生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想先考证呢 是这样的 国内的CPA它要求是应届别生就可以考 所以你可能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或者是读研的时候就可以考 但是像澳洲的CPA 它是要求有工作经验的 你想学生的时候考 其实你也考不了 你报证明 但我推荐的是 如果有这方面的意愿 非常想考证在未来提升自己的水平的时候 可以提前去准备 行 好 谢谢 然后这边有个问题 就是说 最近新州和昆州 两州出来了 放一个冷门 会计直接就飞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 在阿德这边 如果走会计移民的路 还存在吗 存在的话 说实话 存在是可能存在 我个人是觉得 从长远来看 它是不可能会把会计 这么一个专业 剔除掉这个 南欧洲南宝的列表上面的 这一次爆了一个冷门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还是跟这个疫情相关的 这个疫情的话 对当地经历 都是产生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大家可以其实清楚的 看到这个列表上面 它这个专业的一个趋势是什么 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当地比较急缺的一些专业 像NARS 就是医护相关的 或是部分IT相关的 它是很急需这一类的专业 去帮助这个经济的恢复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会爆一个冷门 但我觉得在南欧来看的话 从长远来看的话 会计是会有 会有方法 会有方法 但绝对不可能就是会提出 但可能的 我觉得要求可能还会 对于 就证之下 会有所提高 会有所提高 包括现在南欧州 南欧州府这边 它其实已经拿到了 这个联邦的配额了 现在就是在等一门一角 把这个配额公布 以及把这个移民列表公布 大家就拭目以待 把一月中旬 一月中旬 对 不要失去希望 对 好的 然后这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有很多同学 就是跟IC同学一样 他学会计 这一类专业 他并不是这样 他以后不是想从业 这一方面的事情 他只是为了付移民 那这个证不还是有必要考的吗 各样要求能打一下吗 可能移民或者 移民的话 移民的话 如果从移民的角度的话 一些考证 会不是就是必要的 绝对不是必要的 只是说移民这个块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叫做职业评估 Skill assessment这样的东西 大家会有个概念的混淆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Skill assessment 就是 就是去考读的CPA证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并不是移民所 成都移民和移民所 这个Skill assessment跟真实就变 是分开两个独立的概念的 就考读的CPA证 CPA证这些的话 对你的就是将来想要从业 比如说会计吧 就是想要从业的话 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但是对移民来说 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只能说是 比如说走南方说 这工作纪念 已经是必不可上的一条了 对于这种成绩可能 不是特别特别好的同学来说的话 那这样子考一个证 如果能帮你更快的找个工作 或者是对你将来职业 有更好的帮助的话 可以考考 但绝不是一样 好 之前留言的一个问题 先问一下 就是说 他有一个朋友 在MAR本当会计师 但已经干了三年了 还是一个bookkeeper 请问就是 如果从事会计这个行业 我应该走才能往上走 而不是说像他朋友 一直干一个bookkeeper 这个感觉 其实快捷来说 我觉得相对于计算机 快捷还是有一个挺明确的路的 其实明确的路就是考证 然后这个就是 因为如果说是刚毕业的时候 大家都是能考 都是一个水平 大家都是去干最基础的快捷 比如bookkeeper 但如果随着就是工作三年 你的经验已经积累了 而且你自己已经满足了考证的一个要求 就是36个月的工作经验 其实是可以考取CPA的 因为你可以 这个就是 就是你网上通往更高一个层次的一个路的敲门砖 它是证明你一个工作能力的一个水平的证明 可以让你 有让雇主在了解你 你其实会计来说 你没办法去描述我可以干什么 具体我懂什么 因为他的范围太广了 你不可能每一门都跟他的面试官去描述我 我这个我怎么做 我那个怎么做 但是他如果你考取一个证书的话 你是很明确的能证明 我对这些知识的掌握是足够的 比如说是我的Tech Quality 我的Financial Reporting 我的Leadership 我都是明白的 我不用 你不用再去拿这些问题来考 我大概也知道你的水平在哪里 行 谢谢老师 然后这儿有一个问题问 李宁老师就是说 有一位同学他是从其他的片子去来的 比如说咱们是塔舟假设 然后他来到阿德之后找工作 找到工作 他拿到190或者189的希望有吗 189的希望有 因为189的话不看地区 你只要是在塔舟那边完成了学业 就是隐士汉原地区 你已经是拿到汉原地区的加分了 所以189对你来说没有影响 只是看什么专事 如果是会计的话就是几百分这种 就是凑到的话可能也要等很久 但是像拿澳洲单保190的话 几率有 但是相对于其他的来说会低很多很多 因为南澳洲政府的话 会有一个我们俗称是有促语情节吧 会比较在乎 如果是你有外州的学习和工作的背景的话 你来到南澳洲的申请就能管你的190 即使你满足190的提名要求 你的概率有个大大的降低 但是是有的 只要你能展现出来将来对南澳的一个很忠诚的 commitment 会有提高你的190的几率 对 好 谢谢玉米老师 然后玉米老师 有同学问就是 CPA不是指很多东西能工作之后考吗 那我们上学期间我们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证书呢 能不能帮助我们提高我们自己的履历 上学期间的证书 在会计里面 目前国内外的话还真是没有 在证书 我觉得上学时最重要的是实习经验 实习经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以前的 我以前拿到简历的时候 我首先要看 他如果是研究生 他可能可以考证了 他可能会有一些CPA的过几门或者怎么样 但是如果本科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会开始实习经验 如果他如果在企业里的财务部门 或者是在事务所跟着审计所做的一些什么 这是非常 对一个招聘方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信息 来证明他的工作能力 以及他的工作经验 因为那就不是从零开始了 好的 好的 谢谢老师 然后我们这会儿还有一个问题 之前曾经留言的 就是说 如果我考虑一个CPA 然后我再去澳洲考虑CPA 我再去美国工作 那请问 我需不需要再重新考一下美国的CPA 他们两个都要认吗 不用 现在是这样的 澳洲 这个是海外CPA 相对于国内CPA 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国内的CICPA 是全世界哪里都不认 只有中国都认 但是海外的CPA 都是不认的 澳洲和美国 加拿大 英国 这些地方全部都会故人 可以直接换过去 行的 然后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Gimi老师 就是说 从IT 就是因为华人嘛 就是主要走IT和商科 这样的一个方向去移民 那请问Gimi老师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就比如说现在比较轻松的 因为这两个专业太爆满了 有没有其他比较轻松的呢 其实说实话哈 真正存在的时候 就没有说轻松不轻松 只要是想要就业移民的 都会有自己各专业的一些难处 那如果是想要推荐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尝试一下 近期比如说像medical相关的领域 像护士或者是social work 或community work这样子的工作 我觉得还是蛮推荐的 因为不管是将来移民的政策 相对比较稳定 在疫情影响下的话 这几个行业是属于critical sectors的行业 不管是就是当下的这个市场 还是将来的市场的话 就业和移民都相对比较稳一些 可能但是这几个专业是属于学习起来 相对比较辛苦比较难 尤其是护士 因为是比较太多的terms啊 这些东西 就是专业术语和这些实习的考核 还有一些我觉得大家 政策相对比较稳定的 就是M2T 就是技术类的移民 也是政策相对比较稳定的 如果觉得说是对IT跟会计 抱有一些就是敬为之心 觉得说太饱和的话 那不如尝试下技术类 澳洲毕竟是一个 南领非常吃香的一个国家 对你们将来就业来说的话 技术类的移民不太担心这个问题 那从移民角度来说的话 政策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一般这一类的技术类的移民 就是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学校 可备比较好的学校 有提供很好的实习机会的学校 然后毕业了之后呢 实行工作签证 然后找到工作的这个概率 远远大于一些什么商科呀 或者engineering这类的专业 然后找到工作了之后呢 累积自己工作经验 一年的时间不仅可以满足 这个本专业的相关的工作经验要求 职业评估的工作经验要求 也能满足这个州政府 对所有申请的工作经验要求 是属于比较一气呵成的这种 这个疑问的路线吧 也是我比较推荐的 类似一下西厨或者是气修 这一类的专业 谢谢你老师 然后这有一个问题 相当于问所有老师 就是说相当于就是说他们就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说在澳洲 尤其是在阿多 尤其是IT和商科这个行业里 就是同学们都很担心 就各位老师都面试过很多人 对不对 然后但是同学们就很担心 如果老师们面试到自己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办 然后他在这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说各位老师在面试的时候 比较在意生 就是会带一些个人的情绪进去吗 还是说老师们自己感觉自己 那么一般学很端的评 这个问题就比较难回答 这是老师们在面试人的时候 会有那种个人情绪在里面吗 这个如果跟这个人不认识的话 基本上会称赞个人情绪 但是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就是他的态度 从他说话的方式 在行为方式上都能看出来 这个人对于工作 对于找这种工作是什么样的态度 这是一个个人的情绪点 面试官也是 他也是有这样的情绪点 另外一个就是像刚才老师说的 这个诚实的态度问题 其实在澳洲这个诚实非常重要 他不怕你不会就怕你撒谎 你撒谎的时候进了公司 还可能撒谎 哼的就是所有人 对然后其他的话 我觉得对于IT核业来说 其实更多还是测诊技术方面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点 跟面前聊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假 从我的经验来说的话 假如你去面是一个职位 你必须得把他的那个 job description给研究透了 他到底需要哪些skills 你得起码你得提前做个准备 别到时候问了就是已经上列出来的skills 然后你就是问了以后 感觉你从来没听说过这个tend一样那种 那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 然后还有一些企业 就跟其实跟国内可能 我觉得差别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很多公司 他会放那个culture 或者什么东西放在他们的网站上面 他们可能会问说 你有没有看过我们网站 因为这相当于也是你去面试之前 做的一个准备工作 如果你这些点他网站都没看过 他可能觉得你好像兴趣不特别大 或者什么样子 所以你这些也需要去看一下 我就问到不是这样问题 就是有人问我说 你有没有看过我们这边culture 有什么东西或者value有什么东西 然后你觉得哪一点 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完全没看的话 你就懵了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去做些准备工作的 然后还有就是 尤其你面试那个是那种 比较entry level的 你就可能要去非常好的一种学习态度 就哪怕你不会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起码有看出来这个热情 你想要去学习的 而不是想这个太难了 我不想去学 那可能就彻底没戏了 对我刚才我跟刚才老先生的那个建议是差不多的 因为一个就是诚实 因为面试有可能会问到问题 他有可能是不会 会是紧张或者是怎样 但是一定不要说谎 可以表现出来我可以学 因为他一般都是基础性的 大家可以有一个不会的容忍性在里面 并不是说我要求你全部都会 他的职位也没有这么高的需求 如果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 但是一定要表现出来我可以学的一个真诚的一个意思出来 其次就是不要过于把夸大自己之前的实习经历 因为因为我碰到过的一些实习生 会把自己实习经历 做了一 但是他说做了一步 但是他说我会做了好几步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在于有经验的人的来看 是那就一眼可以看穿的 所以就是还是要真诚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就是还是面试工作 我觉得他对公司的business sense 要有一些了解 比如说了解公司在这个市场里面是在什么位置 但这个要求可能相当来对于 Rarer的要求比较高 然后他的竞争者是什么 其实都是商科里面很基础的一些分析 但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用到的 谢谢各位老师 然后这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当我们今天的结束问题 就是很多同学都是说来澳洲 除了华人 第二大的分析就是印度人了 应该就是 而且印度人很多说他们在语言上能力 比我们华人要优秀一些 因为他们的观光源也是英语 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在各自的行业内 就比如说你在你面试的时候 有一个华人可能英语不是很好 或者有一个印度人他英语很好 但他技术没有华人那么好 面对这样的窘境的时候 你们会有些小的那种 沟通能力比较强的呢 还是技术过硬的呢 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会比较倾向于 沟通能力不是那么特别的差 但是技术比较好的那一方 因为从我的包括我上学的经历来看 有时候觉得 嗯 沟通能力特别好的 有时候可能有点不太套 对 所以因为做IT嘛 你本人是要干活的 沟通太多其实也没有太多意思 对 做个个人的话是比较倾向于沟通能力合格 然后呢 技术能力也不应 对 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 然后就你起码都要能沟通 然后技术肯定好 其实我有个就是 几乎就是英国一样的一个意思 我就有面倒过一个印度学生 有一个中国学生 然后就是那个印度学生的话 他会很会包装自己 就把自己说的 好像就什么东西都是他做的 听着很厉害 然后那个中国学生呢 他其实沟通能力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他就是回答问题的时候 太注重于细节了 就从他的那种角度来说的话 他就好像没怎么太简单 全是跟我讲 我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具体什么什么什么样 然后正好因为面对那个点 岗位我比较熟悉 然后所以那个印度学生 我就听他问了以后 然后我就装着问一些细的问题 然后一问以后 他发现这个好像 他说这个是我同事做的 然后问那个 他说这个不是我负责的 就问到好几个类似这样的问题以后 我发现其实他很多东西可能 是整个他们团队做的 但是他自己可能 只是做其中小块 然后他把所有东西 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了 然后你一旦问深入以后 他就发现这个不懂 那个不懂 但是那个中国学生的话 其实你问他也会发现 的确是干活的人 然后但是呢 我觉得对他来说的话 其实也很有必要去提高一下他 也不说包装把当适度的 就是你得要去把你做的东西 给表达出来 就是譬如你做了100% 那你可能起码都能表达出来80% 不能你说你做了100% 我表达出来20%和30% 人家一听 你能力不特别强 但是呢 我们也不鼓励说你做了50% 然后我就要退到100% 就是有一个平衡 就是你做的东西 你适当的要得去 怎样去能把那个表达出来 告诉人家你是做过这些东西的 OK 第二个就是分也分工作的水平 如果是基础性的工作 就是比较简单的 那肯定是沟通的能力 会好的会比较吃香 如果说是一些高端的 比较复杂的工作 那肯定是工作能力 要放在第一位 所以还是要沟通能力 还是要提高 才会需要自己在野的 所有情况下出回 我觉得分行店 如果就是像这种 会计或者是IT这些 我会跟大家的意见是一样的 不要隐瞒 就不要过度鼓吹 自己经历 一定要认测自己经历相似 但是 沟通能力 我跟你的意见是非常相似 就是因为很多 我接触的更多的工作 还是跟沟通能力相关的 沟通能力会比较重要 我个人在面试的时候呢 我可能也会更看重一个人的沟通能力 而这沟通能力绝对不仅限于语言 语言的话呢 日常沟通语言流利 或者是你不能说的特别的专业 或天花乱坠什么的 日常沟通能力即可 但是我们说的这沟通能力 更多指的是一个你的沟通的态度 你的积极性 和就是你是否是一个积极开朗的人 更多是注重这一方面 对 还有一些逻辑 对对对 逻辑也是很重要的 好的 那谢谢各位老师 那今天我们的讲座就准备要结束了 然后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留言 然后我们会发给各位老师 让各位老师帮大家一起解答一下的